亲爱的考驻快的同学们,大家好 随着零基础先修班的开班 我们二二年考季这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呢,我先把我的驻快的财务成本管理的课程安排和同学们说说 以方便大家做学习计划 二二年的课程我们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预习阶段、基础阶段、提升阶段和冲刺阶段 在预习阶段,安排的班次就是此时同学们看到的零基础先修班 那这个班呢,预估时长是20小时左右 是以录播的形式去完成的 那这个班次呢,主要内容是给同学们进行采管的知识的铺垫和导入 以帮助同学们构建采管的一个逻辑思维 而且通过这个班呀,我很希望同学们发现采管呀 不仅不可怕,而且还挺有趣的 如果你能产生了对采管的学习兴趣 那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那第二个阶段是基础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对应的班次是基础班 这个班呢,要等新教材下发之后才会开班 我们会按照新教材紧扣新大纲 对财务成本管理这本书啊 进行主考点的一个基础的经讲 那这个班次呢,是以录播的形式去完成的 新教材一下来,陈老师就快马加编的开录 那这个班呢,也是用时最长的一个班 按照21年的经验,应该是在120小时左右 那这个班呢,也是最全面 最细致的一个班次,可以说是同学们的必修课啊 那同学根据自己的需要,有可能有些同学 零基础先修班,然后不听了啊 直接从基础班开始听的 所以基础班呢,一定是一个必修课 是必不可少的 那基础班呢,陈老师的上课的方式是 我会把啊,25年的真题 也就是从1997年开始 一直到2021年 这25年的真题都嵌入到我们基础班的讲义当中 那上课的方式是我边讲,你边练 我会先把知识点讲完 然后我会说,同学们请暂停视频 接下来来做练习集到练习集 然后您做完之后呢,我再对题目进行讲解 那我说嵌入25年的真题 也要分两种情况 那客观题呢,我是全部嵌入的 客观题,考察角度,各部相同的 我们都会边讲边练 那么如果有相同的,我也会放在讲义里面 作为客户作业 那主观题呢,就不是全部都放到讲义里面了 那主观题呢,一个是有考点重复 二一个涉及的题目数量也是比较多 我们选择典型的这个真题的主观题 然后放在基础班的讲义里面 有的呢,是我边讲暂停视频 你来练习的 有的呢,是我直接作为例题来进行讲解 总之呢,基础班啊 我们采用我边讲你边练的这个方式 那因为我们本身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试 这是我们以应试为目的的一个课程 所以帮助大家会做题 这是我的目标 好,接下来呢,提升阶段 提升阶段呢,设置的班次是习题班 那按照现在的初步的设想 我会在习题班中设置两个模块 一个叫客观题的强化 一个叫主观题的提升 那客观题强化我们分章节来 那这部分题目啊,主要是以陈老师自编为主 还有呢,对于嵌入到基础班当中的一些真题 如果涉及到同学们难理解的疑点 或者说这个高评的问点 然后呢,我会把题目进行一些改编 然后放在客观题强化里面呢 给同学们呢,再来强化一下 那习题班呢,我们是以直播的方式啊 所以先是客观题分章节,带刷 然后我问你答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然后还有主观题的提升 我们CPA的采管当中 涉及到的主观题的考点一共有25个 所以我会在主观题提升的习题班次当中呢 按照25个考点来逐次的我们来进行练习 那么这部分课程呢 我们是先讲知识依据 先讲公式要领 那接着呢,来刷主观题 那此处的主观题的设置主要是 我们在基础班当中讲义里面 我们没有安排的主观题的真题 然后放在习题班当中来进行练习 当然可能这些真题也会有所修改啊 让它适应新的大纲 那这一部分习题班啊 预计的时常因为有客观题的带刷 有主观题的提升 大约是在20到30小时之间 好,接下来呢,第四个阶段是冲刺阶段 冲刺阶段呢,分为三个班次 一个是主张真题带刷班啊 是以直播的方式来完成的 按照二一考纪的经验来说呢 这个班次呢,是非常受同学们欢迎的一个班次 那有同学会有疑问 说真题在基础班当中已经嵌入讲义链过了呀 那习题班当中呢,又进行了补足 那我们还有必要再刷一遍真题吗 那我们前面的基础班当中啊 真题都是嵌入到知识点的 那很多同学会觉得,哎,先学了知识点 让我马上做题,哎,我就会 因为我知道考的是哪个点 那如果把知识点都去掉 那这些真题打乱顺序 有的同学可能就找不着北了 哎,这题考的是哪啊 然后就好像没有拐杖了一样 所以呢,我们在冲刺阶段 因为这个筑块的考试是带有一定的循环和重复性的 所以真题是最好的练习 那逐章真题代刷班 我们是脱离了知识点 每章来刷真题 真题是按照年份由新到老来的 而且呢,同学们也不要就题论题 我们往往是通过题,透过题 来看题目背后的考点 看题目背后的这道题目所考的本质知识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以题代点,以点代面 通过竹章真题代刷 再把全书的知识点呢,进行一次 这个冲刺阶段的一个复习 接下来呢,串讲班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班次 往往串讲班呢 建议同学们放在考前再来去听 这是对全书知识点的一个梳理和复习 也是有效提升客观题成绩的一个班次 那这个班呢,我们全部都是干货 已经不讲立题,不讲原理了 就是知识点呢,进行一个梳理 那现在的考试日益呈现出全面性的一个特点 尤其表现在客观题当中 所以我说得客观题者得天下 按照我们21年的题型的变化 客观题已经达到50分了 那如果50分你都能拿到4548 主观题再做一两个考试都通过了 但客观题呢,确实是要求同学们 对全书是有一个把握的 所以串讲班呢,当然呢 我们串讲里面串的这些主要的 这个公式等等也是有助于主观题的 但是这里呢,更多的是全书知识点 干货的一个梳理,可能对同学们的客观题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好,然后后面呢,我们有模考班 模考班,陈老师会出两套模拟试卷 那一套呢,是以直播的方式去带刷 要给同学们讲解的 另一套呢,是留给同学做的 那21年呢,陈老师也出了模考题 同学们的反馈就一个字虐 然后有的同学说,哎哟,我怎么觉得这个信心备受打击 那我说打击是好事 那如果考试之前,然后给你做一套你都会的试卷 你信心是提升了 但是这套试卷对你的帮助意义 远没有说我们把这个题目设置的难一点 对你虐一点,对你的帮助是更大的 那一般的正规的考试题目当中呢 都是意义中难 都这三类题目各占一定比例的 但是最后的这个模拟题 基本上都是中等以上难度偏难的题目 来帮助同学们查落补缺的 老师也会 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直播习题呀 还有日常同学们的疑问呀 会找到同学们的一些薄弱环节 最后都设置在模考班当中 那最后呢,冲此阶段再帮助同学们强化一下 就是这里说的啊,查落补缺一下 那刚才提到串讲班 我说全书知识点数理复习 主要提应对这个客观题 尽量去拿更多的分数 当然串讲班对主观题也是有帮助的 有同学会说 哎呦,刚才一直说串讲班对客观题 那主观题 主观题呢,还是跟同学们说 习题班里面啊 主观题提升这里 我们是把全书考点进行浓缩25个 然后配了相应的题目的啊 所以呢,同学们把串讲班习题班啊 来配合使用啊 在提升和冲刺阶段来帮助同学们 更好的这个提升对知识点的把握啊 最后顺利的通过考试啊 这是22年啊 我的筑块裁管的一个课程安排 那陈老师的课呢 是在B班的啊 同学们买D班的 还有买B班的 都是可以看到陈老师的课程的 好,那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班啊 叫零基础的先修班 那零基础的先修班 这里面的关键词啊 有两个 一个是零基础 一个是先修 针对啊 零基础啊 的同学 那首先呢 我们要对考试进行一个介绍 然后呢 让同学们认识认识教材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啊 立立规矩 看看学习方法是什么 那这三部分内容 考试介绍 教材结构和学习方法 也就是我们合并成的第一讲啊 前沿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针对先修这两个关键词 那先修就不是基础班 我们按照教材去逐字逐句 逐考点的经讲了 因为呢 有些同学在考注册会计师之前 可能是会计小白 是零基础 你直接去上注快的教材 有可能同学们都难以适应 或者是听不懂 所以呢 我们先修班 还达不到我们注快 教材要求的难度 而是降低难度呢 先让同学们先修一修 先有一些基础知识的铺垫导入 那这部分学完之后 已经构建了一些 基本的概念思维原理之后 然后再去看 注快的教材 可能就好接受一点 否则的话 一下子就这个 零基础 就讲注快教材的话 可能有些同学 是难以适应的 所以呢 针对先修这个关键词 我们设置了如下的 这么五个模块 采管的本质 那你先要知道 采管是干嘛的 它究竟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学科 是什么一个技术 它要达到什么样的 一个目的 所以呢 在这部分当中呢 我会从会计的历史演变 来说起 来帮助同学们 构建一个采管的思维 好 接下来采管的目标 讲讲财务管理 这项工作是要达到 什么目标的 那么这是 整个采管的灵魂所在 也是我们注快 第一章里面的内容 有些同学啊 在学注快的时候 会说我从第二章学起 第一章又没几分 那我每次一听到这个说法 我心里都一揪啊 因为第一章是灵魂 你第一章不学 那直接学后面章节 你都不知道你学这些东西 是在干什么 其实是一种魂不附体的学习 所以一定要强调第一章 尽管分值小啊 但是他对于后续章节的影响 那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在先修班里面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采管究竟是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 并且要知道这个目标 对于后续章节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后续学 那么多的采管的知识 究竟是为了个什么 所以要搞清楚 那接下来学习采管 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的 除了我们教科书上 能见到的货币时间价值 风险和成本以外 那会计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当然了 采管啊 他最好还 希望你有点经济法的基础 税法的基础 书学的基础 语文的基础 当然了 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我们在后续基础班 都能够解决 那么我在先修班里面 设置了一个会计的模块 是希望把会计的一些基本原理 或者说跟我们采管 有关的一些会计知识呢 来做一个铺垫 因为从以往的教学当中 我会发现 有的同学来考出快采管了 然后不知道折旧 在会计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都会影响到采管的学习 所以采管基础里面 除了货币时间价值 风险和成本以外 先修一部分会计的基本概念 那么接下来采管的模块 也就是采管的主要内容 根据资金运动的规律性 财管财务管理 分为筹资决策 怎么把钱搞来投资决策 找个什么项目能赚钱呀 然后投资完以后 通过日常的营运资本管理 不断的收回投资 然后分期呢 要进行一些收益分配 来这个回馈股东 所以这是采管的主要模块 我们注册会计师的教材 有自己的逻辑结构 不管这个逻辑结构是怎样 不管是依据这个结构 如何安排章节 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采管的这四大模块 所以在先修班里面 我们会把这四个模块 基本是讲什么的 是什么样的道理 然后呢 先要给同学们铺垫铺垫 然后依据资金运动的规律性 也就是采管的对象 采管的课题 我们把采管呢 分成了这么四个模块 但是如果把采管呀 当成是人的一项工作 根据人的主观认识的这个规律性 根据人的主观的能动性啊 采管是划分为五大环节的 预测决策 预算控制和分析 预测 我们就 这个在先修班当中呢 不会就升奖了 但实际上我们 筑块的第二章里面 涉及到了预测的知识啊 也就是通过销售预测 去预计资金需求的 然后决策啊 在筹资投资 收益分配当中 都涉及到了决策的本质内涵 那么在先修班里面呢 我也不会去再讲决策 但是预算是要讲的啊 预算呢 在采管当中呢 也是一节 我们先行的也要给大家 做一个铺垫 那控制啊 是依据预算 去控制实际 让实际与预算保持一致 在我们这个采管教材当中啊 在成本篇章里面 是涉及到控制的内容的啊 比如说标准成本法啊 当然这部分模块啊 我们放在基础班再学 先修班里面 因为它比较独立啊 对其他章节的影响也比较少 所以呢也不说了 那分析啊 也是先修班里面要讲的 我们要把基本比率 要跟同学们说清楚 那知道比率啊 才能够帮助后续理解 采管的很多知识啊 所以采管的环节 我是放了五个词 但是在先修班里面呢 我们会设计预算和分析 这两个环节的一个介绍 好 此处呢 同学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零基础先修班的 一个课程地图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图上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啊 来进行学习 好 首先呢 就是第一部分了啊 考试介绍 教材结构 以及学习方法啊 这是我们零基础先修班的 第一讲 另外呢 也跟同学们说说 这个第一讲里面呀 我还包含了一个内容 就是如何通过备考注快 去顺带把终极考了 也就是一备两考 这四个字 在这个我们复习过程中的 一个实施的策略 所以很多同学说 哎呀 我去备考注快 然后我裸考终极 我觉得用裸考这个词 其实是不合适的 备考注快去考中级 那是高配 是降维打击 不是说裸考 裸考是我什么都没有复习去上考上考试 那叫裸考 那么在这儿呢 也不会花很多时间 那就会给同学们说说 你就全力以赴去备考注快 如果呢 顺带考个中级的话 稍微注意些什么 这是我们第一讲的内容 所以现在正式开始 第一讲 考试介绍 教材结构 以及学习方法 在这讲当中 提一个关键词 叫态度决定一切 那此时此刻 你有没有一个避过的信念 有没有一个为了这个信念 打算全力投入的态度呢 好了 来看看本讲内容 本讲刚才说三个模块 这三个模块的关系 就好像是目标 这个靶子 然后键 以及呢 开弓射键 这三个图片上 所呈现的含义 首先呢 靶子是什么 我们得把考试是什么 了解清楚 那通过考试的概述 提型提量 试题难度 命题规律的介绍 让同学们知道 我们最终 是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好 接下来呢 来介绍介绍武器 武器是什么 就是我们教材 我们怎么通过教材的学习 最后去实现目标呢 那么怎么通过教材的学习 去实现目标 实际上是学习方法 也就教材结构是键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键 去射中目标呢 在学习方法当中 有这么几部分 要和同学们交流的 首先就是态度准备 就是刚才说的 态度决定一切 那首先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 再解决技术上的 那我们在预习阶段 基础阶段 提升阶段和冲刺阶段 那同学们应该采用 怎样的方法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看啊 第一个模块考试 介绍里面的考试概述 跟中级会计资格呢 做一个对比哈 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它不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它是一个职业资格考试 那中级呢 是看你具备不具备 相应的这个专业技术水平 它是一个评价考试 评价下你有没有达到 专业的技术水准 而职业资格考试 它是带有选拔性质的 一个是评价 一个是选择 你就知道啊 注册会计师的难度 是要高于中级会计资格的 有的同学呢 是考完中级以后 陈胜追击来 考试快的 那考中级啊 拎起来20斤很轻松 但不意味着您就能一把举起 注册会计师这100公斤的杠铃 但是已经有基础了哈 我们在通过啊 我们专门的注快的这个训练和应试准备 然后最后的实现目标 所以职业两个字是什么 是要从事专业的活动的 那么职业从事的专业活动是什么呢 也就是考注册会计师通过以后 是要拿到一个职业资格 或者叫职业的执执照的哈 所以我们先说说考试的性质啊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的职业资格考试 这句话呢 是09年公布14年修改的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第二条当中的一个原话 那么有了职业资格以后能做什么呢 然后我这里呢 给大家截取了一个14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当中的法条 第14条注册会计师将承办如下审计业务 比如说初据审计报告 初据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中的 审计业务出具相关报告 以及法律法规啊 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啊 这个注册会计师执行 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都有证明效力 那接下来呢 有承办业务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 那么为了取得这个职业资格 那么我们要通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所以现在呢 先给同学们立个flag立个大旗哈 你目标是什么 红本本或者是蓝本本哈 我要拿这个注册会计师证书 红本本去职业的 那有的同学呢 可能不职业 我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去工作 然后呢 我拿一个非职业的一个会员证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因此呢 为了这个目标 跟同学们说 咱们现在呢 就要开始加油努力 当然呢 很多同学考诸快 也许不一定去事务所去职业 那现在呢 也越来越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这个高端会计 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别的会计岗位 在招聘时 也要求持有注快的相关证书 那我这里呢 也是举个例子 这是去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 让我帮他转发了一个 他们企业招聘财务总监的 一个招聘广告 其中的任职要求 也是要持有注快 和相关的一个资质的 当然呢 这只是一家单位的招聘广告 但是我们也可见一般 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含金量 以及未来的一个用途 这里呢 有一张图片 是好多年前的 因为这张图片在陈老师教课 这么多年里面 每年都用 所以这张图片已经流行了很多年 我要说的是啊 除了之前 同学们可能有职业 职业上的这个要 这个追求 想要去考注快 也有可能呢 说我不职业 然后呢 我想去机关起事业单位 然后呢 要任职 我希望呢 能有一个资质的证明 去考注快 那么从个人的 薪酬上面 其实也是有需求的 好 讲到这儿呢 我想起来 我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张图片 有同学分享 考CPA之前 月薪2400 三年考完之后 月薪23500 那医生呢 可能持证35年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一辈子大概可能正23500 乘以12乘以35 也就987万 那注快6颗教材 因为这是前几年的图片 当时6颗教材 合起来大概3347页 那平均一页呢 值2949元 也就是3000元吧 这是几年前的图片 我看一下 我们2021年注快6颗教材 合计起来是3606页 然后这是几年前的一个估计 那现在的薪资水平 可能也会有所改变 那这么算一算 还大概真的一页值个3000块左右 所以顿时这个学习的动力十足 今天晚上别跟我说话 我打算看个十来万的 就跟同学们分享 我们今天翻的是书 明天数的是钱 我又想到曾经 跟我有微信交流的一位学员 他的全日制学历是初中毕业 之前是在工厂里面 流水线做工人的 那后来呢 又去做内勤 那也是真的是自我有追求 有进步的这个心愿 从借贷都不知道 开始考中级 先考了初级 然后考了中级 当时还有从业资格证的 应该是从业资格证 初级中级 CMA 然后注快的专业阶段 包括现在综合阶段 已经也已经全部通过了 并且还有税务师 资产评估师 也都全部考完了 他现在呢 在他们当地的一个事务所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 他经常跟我在交流 每一句话让我都深受触动 他觉得这些年 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确实是个人的生活水平 薪资水平 职业发展 都是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所以有时候看看现在的生活 他会说所有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我也想通过这位同学的例子 激励同学 学习真的是能够改变命运的 好了 接着呢 我们来说一说 报考人数 对比中级会计资格 报考人数是逐年攀升的 但同学们现在看到 注快近三年的报名人数 是在下降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我们说说报考人数 这是11年到21年 中级会计资格的报名人数 是在2017年的时候 突破百万大关的 2021年报名人数 已经突破了200万大关了 是在逐年上升的 那么考注快的人数 我们看2017年 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 2019年达到了 峰值173.15万元 那为什么20年的时候 报名人数下降了呢 原因是 因为新冠疫情的防控 北京和新疆两个地区 取消了当年的 注册会计师的一个考试 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同学 受此影响了 那北京的报考人数 有17万 新疆的报考人数 有2万多 合起来就是 19万多 我们就 估一下就当20万吧 173.15加上20 应该是 190多万 就如果不取消的话 那么2020年会有 190多万考生 本来呢 我们预计 2021年 报名人数 会有一个暴涨的 一个是20年 取消 考试资格的 这些考生 20年要继续参加考试 有积压的存货考生 二一个呢 还有新加入的考生 但是呢 我们看到21年的数据 是下降的 为什么呢 因为21年呢 我们这个注写的 报考的制度 发生的改变了 原来是报名 收就交费 但是21年的 是先报名 然后呢 到了6月底才交费 给了考生一段冷静期 而且呢 在这个4月到6月的 过程当中 很多考生 根据自己的复习情况 可能也会放弃啊 部分啊 科次的一个考试啊 不交费了 所以呢 考生的报考 更加理性了啊 这是人数降低的一个原因 二一个原因是 我们21年的考试时间 几乎提前了 有两个月啊 原来是10月 中旬靠后一点 那21年的 这个考试提前 到了8月底 确实呢 对于老师培训和学员 备考都有了很大的压力 那很多考生会觉得 考试提前啊 导致我的准备时间短 可能准备就不充分了 也许报了名 没有交费 也许一开始呢 在报名上 就选择了保守啊 所以21年的 这个人数有所下降 再下降 也是一个突破 百万人次的一个考试 所以跟同学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具体的一些报考数据 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个 中族协是出了一个 关于全国统一考试的 一个报 分析报告的 那19年20年21年 当然刚考完嘛 要21年出报告 也是22年的事了 就是20和21 中族协都没有发布 这种官方的报告 我们从18年的 这个官方正式的 呃 大数据分析啊 来看 呃 从报考注册 会计师的 这个考生当中呢 我们来进行 分块的一个统计 从学历上来看 本科学历 占报名人数的 68.48% 也就是将近七成啊 是本科学历 硕士和博士的 报名人数占比比较低啊 可能硕士博士 很多又走向 研究领域等等啊 也许对于注册 会计师本身 这个证书的需求上 可能要比这个 本科学历的 这个需求上 呃 要低一些 二一个 硕士和博士 本身的这个群体人数 也比本科的 学历的这个人数 要低啊 好 第二个统计模块 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就是会计 审计类专业的考生 在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啊 报名人数 分别占总报名人数的 52.83%和54.89% 也就是说 我们报考注册会计师的 还是一半啊 都是会计审计专业的 也就是本专业的学生 还是认为注册会计师 对于自己的专业水平的提升 或者未来的 呃 晋升和 求职啊 是有帮助的 好 接下来呢 从性别上看 那如果同学不看这个数据 我让你猜一猜 你说考注快的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呀 那我相信你能够猜对的哈 在专业和综合阶段 女性考生占比达到了 72.3%和62.83% 也就是我们考注快的 有七成啊 都是女同学 是遥遥领先于男性考生的 那可能女同学觉得 这个工作更适合 更适合女性哈 呃 就是从性别多的 我们就不讨论了 有的同学还说 哎呦去事务所工作 还要出差 是不是更适合男性啊 我们先不讨论这事啊 然后总之性别占比 女生占到了七成 其实呢 女生更更细致等等 这些性格特点啊 可能可能是更适合做 踩快工作 好下面呢 我们说说啊年龄啊 专业阶段 35岁以下的考生占比 达到了89.95% 也就是 九成啊 都是年轻型的选手啊 综合阶段考试占比 达到了84.83% 这是报名啊 从初考 就是报了名 有没有去参加考试啊 那参加考试的人里面啊 36岁以上的出考率是比较高的 就是越年长 越成熟 越靠谱 报了就真的是去考的 但年轻人的可能冲动 报了 不一定去考了哈 但综合阶段啊 25岁以下考生出考率 就会比较高 本身综合阶段的出考率 一直都会很高的 专业阶段都通过了 综合阶段 那一定也是会去参加考试的啊 更年轻的选手 相对来讲 又是25岁以下 可能工作家庭的千半少 那出考率更高一些哈 那有有可能呢 我们说这个35岁以上的人啊 工作家庭压力更大 可能暂缓一年 再推迟一年考试的可能性 可能比年轻人更高一些 好 说到年龄这个关键词啊 我也挺想和同学们分享的啊 抓紧时间啊 及早奋斗 那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啊 现在如此抓紧和努力的你 呃 我想到也是一位呃 同学啊 这位同学 呃2018年的时候 一年通过了六科 而2018年的是他大四毕业的当年 他是从大三开始哈 就备考驻快的 尽管不能参加考试 但是前期呢 六科一直在滚动的复习当中 所以呢 2018年一次性通过了六科 啊 当年是十月份考试 在2018年的11月 他还通过了CMA的考试 那在2019年呢 他不仅通过了呃 综合阶段的考试 在2019年的税务师通过了四科 那2020年啊 他把税务师那一科通过了 并且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 那现在呢 已经呃 顺利的被上海所大学的NPCC录取了 所以呢 也是想通过这个例子 跟同学们分享哈 激励 当然呢 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也不一定说人人都要做到 呃 他这样的如此高效 但是跟同学说 真的是呃 要趁年轻要努力啊 成名要趁早 一步快 步步快啊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呃 说说呃 提醒和提量 好 我们先说说呃 去年2020年的一个驻快的提醒 和建议的一个时间分布啊 考试时间是150分钟 重要不是21年 我说的是去年啊 驻快的提醒提量 那去年是客观题45分 主观题呢 是55分 客观题里面单选题14个每个1.5分啊 合计分值21分 多选题呢 12分 每个2分24分 然后主观题呢 5个计算 一个8分 一共40分 综合题有一个是15分啊 总计是100分啊 这是20年 然后21年啊 事先呃 老师同学都不知道 我们都是按照20年这个提醒去准备考试的啊 但是21年啊 第一批次的同学下了考场以后反馈了一个呃 让同学们感觉到 至少我也认为啊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提醒变化 也就是21年呢 驻快采管 客观题从45分变到了50分了 那主观题啊 从原来的55降到了50啊 分值降了5分 题还少了一个呢 原来计算题是5个 现在改成4个了啊 一个9分36分 然后综合题呢 改成14分 合计起来主观题50分 然后客观题呢 啊 你注意它是50分 但是呢有两种啊 就第一批次呢 按照同学们的反馈应该是两套卷子 而这两套卷子的客观题的提醒和单位分值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种情况是单选题16个 每个1.5分 共计24分 多选题呢 13个每个2分 共计26分啊 合起来呢 是50分 第二 第二套卷子啊 主观题还是50分 提醒提量一样 那客观题里面呢 单选13个 多选12个 单位分值都是两分 啊 然后26加24呢 也是 也是50分 呃 要跟同学说 他们的比较是什么 有同学 哎呀 第二套卷子单选一个就两分啊 然后好趁钱啊 因为单选其实是整个试卷当中难度系数最低的 四个里面挑一个 你怎么还挑不出来 是吧 然后呢 就说哎呦 第二套卷子 一个就两分呢 但是呢 它只有13个题啊 它不会说是单位分值高 然后提量还多 那确实就有时公平 那出题的人也会注意啊 这个不同批次或同一套批次 不同试卷的一种均衡的哈 总之呢 客观题变成了50分 那这对同学们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客观题性价比高 它用时短 然后在单位时间里面呢 拿分高 但是这个对同学们的要求 也就更高了 因为客观题的考点是遍布全书的 那主观题呢 可能啊 先不说21年 20年以前 老师们可能还会对主观题 有一个大致的预测 跟同学们指引指引 重点在哪里 那21年呢 财管考试变成两个批次了 也就从21年开始变成了两个批次 20年以前是一个批次啊 那21 20年以前一个批次 21年变成了两个批次 每个批次可能还会有两套 试卷 加上今年疫情还有延期的 因此呢 批次更多 试卷更多 那同学们 你也不知道你会抽哪一套试卷 所以呢 每套试卷的题目又不重复 现在考点覆盖的是更为全面的 那么主观题 现在我们也说了 我们就一网打尽 所有的点都要把握一下啊 因为考试覆盖面更大了 那这是21年啊 说主观题 我们也不预测说 哪些模块格外要关注 哪个模块主观题都有可能考 但是呢 就是在20年以前 就一个批次的时候 主观题像陈老师也从来不 从来不会说 哪个点你就注意点 因为客观题本身就是遍布全书的 是这个考察同学们 对全书的一种把握的一个情况的 那么你看客观题 从45变到50了 分值提高了 但是呢 也格外就要求 因为考的题更多了 更要求同学们对全书呢 有一个把握 所以前面我也说过一句话 得客观题者 得天下 在21年考期的时候呢 我也跟同学们分享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让我特别的受激励和感动 因为很多同学喜欢管自己叫过儿 那我说 我真的认识一位真正的大侠 真正的过儿 因为呢 这是个男同学 小时候调皮放炮 把自己的右手给炸飞了 他只有一只左手 然后他已经通过了专业阶段的其他五门考试了 然后就剩一门采管 然后今年考 那今年是他的第五年 过去的四年 他已经通过了五门 然后这个同学的备考策略就是 几乎是要追求客观题满分 他只有一只左手 现在又是机考 在使用鼠标键盘录入的时候 困难是远远要高于我们同学们的 所以他对客观题的这个 对自我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可以说过去的五门 也主要是客观题在助力的 他主观题嘛 做几个就好 那我知道今年体型变化以后 我首先不只是我 因为曾经课堂上 也分享过这位同学的故事 好多同学都会说 哎呀 也不知道这位同学今年考的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也在静候加音 因为此时在录制一段的时候 今年的祝快成绩还没有下来 然后我真的在等待着好消息 当然了 这里也是跟同学们说 一这个客观题分值提高是利好 但是对你的要求也更高 全书你要更扎实的去把握 二一个呢 也希望刚才讲到这个同学能够激励你 你看人家一只手 大侠杨过已经扫了五门 然后呢 今年预计是顺利的拿到了 专业阶段的全科通过的证书了 真的你这个 如此的活泼双手 健全的情况下 你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努力 或者说这个不通过考试哈 你比他真的方便太多了哈 所以要加油啊 然后呢我们把提醒提量的变化说了说 那么提醒的要求也跟同学们再说一说哈 就现在在呃 备考的过程中你就要做题 做题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考试的要求是什么 那单选题啊 四选一 那多选题呢 是四个选项里面有两到四个是正确的 当然你多选错选漏选是都不得分的 好 然后主观题 呃 在筑块的考试当中是要求列出计算步骤的啊 如果你有步骤 结果错了还有步骤分 如果你没有步骤 而结果是正确的 可能是不得分的 所以要有一个计算步骤啊 综合题也是一样的啊 计算步骤的重要性啊 这个计算步骤讲的就是关键的啊 计算步骤 你的你的这个决策的思路 是要呈现给月娟老师的 另外呢 在筑块考试当中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道啊 主观题 有一道计算分析题啊 呃 是不是自选的 是指定的 指定的你可以用英文解答 那如果你用了英文解答 而且呢 也都做对了 这道题额外给你加五分 也就是理论上讲的 我们筑块考试的满分 应该是105分 就是我所有的题都对 然后指定英文的那个 我还用英文答了啊 然后能得到105分 然后有同学说 哎 那你说财款主要都是计算 计算吗 都是字母公式 数字吗 中中英文又没区别 那我就说我用英文答了 得他这五分行吗 然后就是想的太好了哈 往往指定英文作答的这个计算题 其中都有简答的啊 这一问的啊 有一篇小作文的 比如说啊 你来论述一下指标的 这个优点呀 缺点呀 或者两个方法的对比啊 总是有文字论述的哈 并不是你想象的字母公式和数字 一写中英文都一样的这种情况啊 所以英文好的同学啊 也可以啊 利用自己的优势去拿到这个多拜的五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关于时间分配的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在开篇的第一堂课里面 就跟同学们说时间分配呢 因为我发现平时在复习的过程中 很多同学啊 很佛性的做题慢慢做就好了 他没有一种紧张感 那我就希望你啊 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就有紧张感 当然我也不能说时间卡好了 然后我不顾质量 只为了时间不是的 就是我还是要在把握知识点 因为现在还是在复习阶段 在把握知识点 了解原理把题做对的这个情况下 有一定的紧张感 因为将来上了考场以后 你就知道时间是有限的啊 很多同学都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啊 所以平时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 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的速度 那么我们说说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将来上了考场考试时间是150分钟啊 不管是13个单选12个多选 还是16个单选13个多选 我们看客观题也就是29个啊 25个的一个样子 因为多选你可能花的时间会更多一点啊 从数量上讲那个16加13是29 第二种样子是13加12是25 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呢 最好是在40分钟内完成的 如果是概念题文字题 希望你不到一分钟一个 那么我们注快的客观题里面 是涉及到想计算的 那有些客观题 那可能一分钟 甚至三五分钟做不完 需要你算的 所以我们把时间呢 延长了一些 就是说希望你40分钟内完成 那最好是半个小时搞定 所以我们说客观题性价比是很高的 如果你全书把握的是比较好 客观题的正确率比较高的话 30分钟基本上就已经奠定胜局 你就知道你考试能通过了 今年考完试以后 有同学在我微博下面反馈 我估计我客观题能拿到48到50吧 稳操胜券了 时间要把握好 所以这里呢主要是说平时 我们在做题训练的时候 要有一种紧张感 要有快速反应 快速作答的这个习惯的养成 当然呢也和同学们要说一点 要及时止损 我们说客观题性价比高 但是有一道客观题 你发现你5分钟 8分钟 10分钟你也算不出来的时候 你最好就一开始就把这道题先标记 先不要做了 你这样做的话 不及时止损的话 它性价比就不高了 你花个10分钟 然后得个2分 得个1.5分 你不如把10分钟去做一道计算题 就能得9分的 所以要注意的是 能够在短时间内作答的客观题 去快速完成 不能先标记有时间的再去完成它 那主观题呢 有4道题 那咱们一道题15分钟 那4道题呢 一个小时 上了考场 当然现在我们在基础阶段 在备考的过程中 我希望你是无一遗漏的 我们每个点都要去把它抓住 每个点都要会 你不能在复习阶段就挑挑拣拣 但是你将来上了考场以后 如果有题没有把文 比如说我放掉一个题 我就做三个题 39 27分 我能把这个一个小时 去全力攻三道题 让三道题拿满分 可能比你说四个题 我平均的时间 结果哪个题都有失 这个反倒影响正确率的话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在复习阶段 你不要有放弃两个字 在陈老师的字典里 也没有放弃两个字 在平时呢 一有同学问我 陈老师这个章能不能放弃啊 我心里真的特别的 不开心 跟同学说你不能放弃 我们 我经常也跟同学说 求其上者得其中 求其中者得其下 求其下者不可得 我们按100分去准备 将来你能给我通过考试 我真的就很高兴了 你按60分准备的话 那将来就是不及格 所以呢 在备考阶段 不要有任何的小信心理 说哪个是不是不考呀 现在的考试 已经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 因为批词多 套卷多 然后覆盖面更大了 那今年 等会儿会给同学们看 今年考试结束以后 有个同学就在我微博上 留言说 哎呀 我期权一张都没看 结果拿到卷子上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一个计算 然后十几分 就没有了 有同学说期权能放弃吗 那期权是全数最简单的一张 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又是独立的一张 和其他章节 又没有什么牵连 你跟着老师去学学 你会发现简单 你放弃是因为你对他 不熟悉 觉得有点陌生 你就害怕他 陌生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所以跟同学们说 现在就不要有任何放弃的念头 所以以后再跟陈老师问问题 或者以后我们直播课的时候 你在聊天框里 不要让我看到这两个字 也不要说哪个知识点能不能放 没有一个能放的 然后所以我上课也比较 戏比较全面 所以花时间也多 从头到尾 然后我们全部都要梳理的 在梳理的基础上 再告诉你 你格外要注意的难点是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点要放弃 好 然后还有综合题 综合题呢 一道题 30分钟 有的朋友说综合题 光读题 我都要花好多时间 那综合题呢 你先看问题 比如说根据资料一作答 那只看资料一 根据资料二作答 我们只看资料二 往往最后一问 才根据上述资料来 做出一些综合的一个处理的 所以综合题 无非就是几个小计算 凑在一起的 也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因为题量 可能稍微大一些 所以我们把这道题 给他预留上30分钟 那么最后会激动20分钟呢 大家把标记的题目 再去做做 这里呢现在此时此刻 就强调时间分配 就是希望你在 平时的这个复习的过程中 在做题的过程中 要有一个时间意识 不能说懒洋洋的 慢吞吞的去做题 因为你将来上了考场以后 时间是有限的 这是21年提醒提量的一个变化 也许预计22年 还是像21年这样的提醒提量 是不是应该不会变回去了 但这个谁都不好说 就像21年提醒提量变化 也是我们事先没有所预料到的 好 那关于这个提醒 然后每道提醒 考几道题 然后这个部分 跟同学们说完了 那么具体整张试卷的工作量 又是怎样的呢 那根据经验来说 只有对试题内容非常熟悉 复习的也比较全面 然后做题比较熟练的情况下 能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全部答题 也就是整张试卷 我们现在考的是筑块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考生的心理都是这样 考之前希望它简单一点 考完了希望越难越好 那从本质上讲 大家都还是希望说 这个考试 它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考试是好的 那这个考试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你通过努力去通过了 你也觉得自己手中的证书是沉甸甸的 所以这个试卷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我这里讲的经验是普遍经验 是普遍经验 你看21年考试 不少同学都说 我有检查时间 这个也确实是 以前若干年里面 比较少有的一种现象 今年很多同学都说 我是有检查时间的 我在指定时间把题目全部都做完了 还空了20分钟半个小时 那么你就说最难的是19年 2019年的试卷考试 这个难度可以说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是绝后的 我们说20年以后会不会更难不知道 但是20年21年的试卷难度 都没有超过19年 那么最难的这个19年的考试当中 也有同学介绍说 提前半小时就完成了 考了84分 2019年史上最难的一年 我还带了一个学员 他考了94分 他课程听了两轮三轮 市面上所有的习题 几乎也都全做了 所以说真的考高分的人 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的 所以普遍经验是 非常熟悉 能在规定时间内全部答题 但是每年有学的好的 这个时间也是充裕的 当然呢 也有同学觉得时间不够 题没做完 因为不熟练嘛 一道题可能花的时间会更多 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经验 那么这里也要安慰同学的是 我们的目标其实也并不是说 要把试卷做完 而是在150分钟内 你能不能拿到60分 平时我们按照100分去训练 将来上了考场 能拿到60分 你就赢了 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给到自己说 哎呀人家还有84分还检查过了 还有考到94的 所以我现在跟同学说你的目标是70 咱们不要定60 你如果真的将来上了考场 能拿能过到70分 我觉得成功了 那么训练要说了 有提醒提亮 已经有跟同学们说清楚 目标也有了 所以呢在平时做题的时候 第一个要提高速度 要卡时间 第二个呢要提高自己做题的准确率 而且到后续过程中 也一直会跟同学们强调 请你一定要用电脑做题 养成电脑做题的习惯 不仅是真正的电脑题库 你可以在电脑里做 哪怕就是纸质版的习题 请你也打开word文档 然后用键盘录入 用电脑去做题 一定要养成用电脑做题的习惯 以前有很多同学学的很好 听见在纸上做题 结果呢电脑操作的 不是特别的娴熟 然后也会影响他通过考试的 那这样索性 咱们平时做练习 就都在电脑上做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 按照你的时间 或者说我复习的章节 然后给文档去命名 还有利于去标记错题等等 还便于检索是吧 所以用电脑去做题 另外呢也跟同学们说 我们要养成边做题边检查的习惯 边做就边检查 要保证会做的 咱们做一道就对一道 因为将来上了考场以后 按照经验来说 普遍同学是做完就过了 好像没有时间再回去 再检查再复核 所以呢平时咱们边做边检查 争取做一道 就是对一道 好这是提醒提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试题的难度 那注快难吗 那同学都知道答案 真的是难 但是我也不希望它变得简单 那变得简单的话 那大批的人都通过考试 那这个证书 可能就没有原有的 对你的一种吸引力了 那我们说说试题难吗 我们和中级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 是考完中级 直接来考注快的 甚至有的同学 中级考了97 98满分 然后呢会 也确实也值得骄傲和得意啊 但会说 那我去考个注快吧 那么注快的难度 我和中级来做一个对比 首先呢 它从学习的量上来讲呢 是更大的 从教 这个课本上说 以21年的教材为例 中级367页 注快是485页 你不要小看多了100多页 哪怕就业马相同的部分 然后注快的难度 深度都是远高于中级的 所以考试的难度 中级我给了两颗星 注快我给了五颗星 中级的考试套路 大多是直接法 书上怎么说 然后就怎么考 而注快的考试 大多是间接法 都要带点脑筋 急转弯的 后面会有一个对比 那么从备考时长上 也许中级采管 我们都以零基础学员来说 我也许准备个 200小时左右 但注快的 可能要准备300500 甚至呢 我去年有个同学 准备了几乎1500个小时 听客听了很多轮 最后才把注快采管拿下 也就考了60几分 但是他考中级很轻松 90多分 所以呢 这两个课程 在备考过程中的感受就是 虽然中级注快 也像举重一样 它也有分量 但是我通过常规的复习 时间量达到了 这个杠铃我是举得起来的 但是注快 确实是有难度 很吃力 举起来会很吃力 所以呢 这个考完中级 再考注快的同学也说 你轻松的能够举起50公斤 比如说很不错 但是不一定意味着 你马上不经过训练 就能举起注快的100公斤 当然已经有了 举50公斤的这个基础 那一定是比零基础的 来考注快是要好得多 但是也还是在需要你投入一些努力 准备 然后才能够去通过注快考试的 这是中级和注快 通过对比来说难度 我们呢 接下来再从官方公布的数据 和考生自己的感受上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注快考试的难度 这里呢 是2013到18官方的通过率数据 这个数据取自于 我前面PPT上展示过的 2018年中中协是出了一个 依据大数据的 官方的关于注册会计师的 一个考试的这个报告的 这个报告原文 大家网上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我把这个报告当中的一些内容呢 截图截出来 给同学们展示一下 那么18年的 这个 这个报 13到18年的这个官方报告 是2019年的 春天发布的 那后面呢 20年 包括21年 今年官方也就没有再发布过 关于注册会计师 考试的一个 大数据统计的情况 所以我们先说说 13到18 这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啊 这是专业阶段 各科的合格率的一栏表 那我们来看看采管吧 采管从13到18年 除了14年通过率 10.13% 确实比较低以外 其他年份都在 百分之二十几的一个 通过率的水平 好 这是初考数据啊 注意初考率 因为你说 有同学说 哎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通过率还行嘛 一百个人考试 有25个人通过啊 但是你知道 这个通过率的数据 并不是通过人数 和报名人数 计算出来的 它是通过人数 和实际的参考人数 就参加考试的人数 来算出来的 那你说又有多少人 去参加了考试呢 好 这是13到18的一个 初考率的一个数据 呃 我们大概能看出来 百分之三十几吧 在最后一列 也就是一百个人报名 其实最后真正上考场的 也就只有三十几个人啊 百分之三十几个 三十几的一个 初考率的情况 那么这是官方数据 到后面呢 因为中助协没有发布 这个统一的 这个大数据的报告 我们根据啊 各地住协所公布的数据 进行了19以后的 不完全的一个统计 我们看一下 2019年住块的 初考率数据啊 我现在呢 列了一些网上 能找到的啊 这些呃 公布过啊 当地住协公布过 初考数据的 这些省份的数据 然后我们大致浏览一下 19年的初考数据 也还是百分之三十几 啊 没有突破百分之四十 就公布的这些省份来讲 也还是三十几的数据 好 2020年啊 综合阶段啊 初考率不做参考 因为专业阶段 都已经通过了的同学 基本上都会去参加 综合阶段 所以百分之每年 也就是八九十吧 可能个别同学啊 这个报了名 确实当年有点事了 没去 那我们看专业阶段 还是三十几 但内蒙古地区 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九 啊 是突破了百分之四十的 但是呢 整体上来看 20年 19年和曾经公布了的 官方数据 这个13到18年的 初考率数据来对比的话 大概也 还是就是百分之三十几的 一个情况 那我们说说21年吧 这里也是不完全统计 依据现在啊 网站上 这个当地主席 公布的数据来看 初考率 真的是有上升了 啊 我们看看21年 公布的这五个省 专业阶段的初考率 都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啊 山西呢 百分之五十二点五 哎 为什么在21年 这个初考率 啊 会高于 过去的 那么若干年呢 那我们分析可能是 冷静期啊 导致了初考率的上升 曾经呢 是这个四月份 报名就交费 啊 结果最后 准备不充分 然后就不考了 那今年呢 四月份报好名以后 六月底才交费 那有这么 呃 几个月的冷静期 那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自己 复习的还不够充分 那最后没交费 就意味着没有报名 所以真正交了费的 确实是 啊 认为自己 还是有希望去通过考试 或者有比较大的把握 去通过考试 他才去交费的 所以这个冷静期 导致了啊 真正上考场的 确实是真的打算上考场的 哈 所以冷静期导致了一个 初考率的一个上升 哈 所以这21年初考率 是比前若干年 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呢 现在我们可以自己 算算通过率哈 100个人 假设45%的人去考试了 我这个45% 是根据21年的数据的 我去年以前的PPT 这里呢 只写40%哈 呃 百分之三十几的 咱们就算40%吧 那今年因为初考率增加了 所以我们写个45% 那从初考的人 去参加考试的人的 一个合格的情况来看呢 是25% 也就是100个人里面 有45个人去考试 而这45个人里面呀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通过 也就100如果乘以45% 再乘以25% 等于11.25 这是什么概念呢 100个人报名 啊 最后只有11个人 能通过考试 这是我们自己根据这个 呃 出考数据和合格率啊 算出来的一个 报名通过率的一个情况 于是呢 这里也跟同学们要说 我希望你 如果是这100人当中的一个 我既然报了名 我就希望你将来一定要上考场 只要你做到考场上 你已经打败了一半以上的人了 那上了考场以后 我希望你做那个四分之一 啊 我是一定要通过的 所以平时在复习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问自己 我是不是啊 这 如果100个人有11个人通过 就算10个人的话 我们说低点 你要经常想啊 备考的过程中就在想 我跟我一起复习的10个人里面 我是不是最努力的一个 10个人里面 第一名是能够通过考试的 当然这是一个全国的 数据平均值的一个结果 啊 那我也希望说 此时此刻 听伍科的小伙伴 咱们都是这11个人 我们能够打败其他的同学 啊 所以我就说呢 希望这个通过率的计算 给你平时一个提醒 就是我要做10个人里面 最努力的一个 我才能通过 所以有的同学 在拿到成绩以后 也会委屈啊 说我觉得我很努力 很卖力 我学的也很好 啊 为什么我就没有通过考试呢 我想你可能是第二名 啊 不是第一名 10个人里面不是第一名 那么算了通过率 也要跟同学们分享一句话 不管分母有多少 啊 永远不敢分子星 我就在分子上的 分母爱多少人 是多少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当然要报名 我就是打胜仗的 我不是打酱油的 和多少人报名 跟我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报名 我必然是要通过的一个 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念 啊 因为这个祝快 它不是一个 容易通过的考试 很多同学报了名 真的是费 费尽辛苦 啊 最后通过的 你说我随便报报 报了我随便考考 那你要通过的话 也这个理论上也站不住 啊 所以要告诉自己 我要报了名 就要有啊 最努力的决心 以及呢 将来我要有必胜的信念 是要通过考试的 所以把这句话 记在心里 不管分母有多少 永远不改分子星 我永远是要在 分数线上面的啊 好 关于祝快考试的难度呢 我们来看一看考后学员的一些 普遍反馈 那2018年关键词就是简单 很多同学说确实2018年也是一个通过采管的好机会 2018年的通过率呢 也是有官方数据的哈 全国平均通过率百分之二十九点几 这个也确实是高于前些年份的 那2019年啊 很多同学的感受是这一年的采管又难又偏 尽管没有公布全国数据啊 广西助协公布的通过率是百分之七点二三 也可亏见一般 但是陈老师想说的是 再难再偏 这2019年还有考九十多分的同学哈 考九十多分的同学在考后也跟我交流 课听几轮 题刷了很多遍 不说哈 在考试之前冲刺阶段 要把各种困难都想到 他会在快餐店里面做模拟题哈 环境很嘈杂 有小孩子在身边跑来跑去 他会在坐了两个小时 这个地铁很累的情况下去做题 他会在锻炼之后做题 总之呢 在身体比较疲劳 或者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 来训练自己的这种临场能力哈 也就是绑着沙带跑步 真的上了考场以后 才才会有这种轻松的感觉哈 2019年的还有一个反馈 很多同学在考完试以后 给陈老师发信息 挺悲观的 觉得哎呦老师这辛苦了一年 我感觉今年可能大概率是 没法通过了 不少同学有这样的反馈 但是出成绩的时候 信息又来了 太意外了 有六十点几飘过的 有六十六的六十七的 感觉不好的几个同学发信息 反倒都通过了 所以在这呢 也是想跟同学们说 你就尽管的去努力 尽管的去上考场 要难都难啊 只要你真的是 这个十个人里面 你最排在最前面努力一二名 你是能通过考试的 因为当年事情 如果有难度的话 可能中助协会有一些 调分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据说有可能有道题得分率低 比如两道题都是八分 有道题得分率低了 可能把它的总分值调成四分 把这个剩下的四分放到 那个 这个做题 率比较高 然后同学得分率也比较高的 那道题 那道题可能就变成十二分了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呢 只是跟同学说 加油 坚持 一定要上考场去要难 都难的 感觉不好 也是有可能会通过考试的 那20年呢 大家的反馈是题量大 然后客观题简单 那客观题呢 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讲 大概是一个终极难度水准 那20年呢 有一个特点是 主观题有迷魂症 举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同学说 我在游乐场都转晕了 那20年呢 考本量力的时候 考到了一个游乐场的题目 就是游乐场的普通票和优惠票 然后还有连票的普通票和优惠票 他放在一个表格里面 二乘二 确实很晕 但同学们透过现象看 本质这就是ABCD四个产品嘛 游乐场普通票 游乐场优惠票 连票的普通票 连票的优惠票 就当成四个产品就好了 这样的话 头脑就会比较清楚 那多产品本量力 本身这个题目也 难度系数也不高 都不涉及折现的问题 那2021年 今年的 刚刚过去的这个考试 考的是比较全面的 因为批次也多 每批次呢 可能还有不止一套试卷 所以考的呢 也比较细碎 但是说到难度 真的是如同小马过河 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有同学觉得 哎呦好难呀 但是呢 听到更多的同学反馈是 今年的考试 比起20年来说呢 是要 简单的 但是 难与简单 都是给充分 准备 努力备考的同学 去准备的 我也真心希望 大家付出 都有回报 都能够通过考试啊 友好 公开 irgendwie 有一点 Mitsub discovers 都能够或少访